民众报案电话白白肿 但警员最怕遇到的就是讲话与无伦次 或者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无法出声 因此内政部警政署特别推出110视讯报案APP 民众可以在第一时间利用视讯或者是文字报案 让警员可以看到及时影像 并且知道报案地点 许多民众觉得这套系统相当方便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那个有一天要上高速公路 然后要万花 什么东西 我地址怎么给你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刚刚讲一下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 警方接获报案 最怕遇到这种紧张到连话都讲不清楚 还有这种案件 一台白色车辆停在路中央 驾驶只是按了一声喇叭 突然出现疑问栏指拿刀狂追 让驾驶是吓得赶紧后退 类似行车纠纷 过去只能够利用行车系统器 现在透过内政部警政署 所推出的视讯报案APP 让民众报案是更加方便 我觉得对APP还蛮方便的啊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事情 或是出车祸 有时候真的太紧张了 讲不太出来 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里 或是发生什么状况 那如果APP的话 他们看得到我的状况 就可以赶快过来 觉得还不错 可是如果 不知道他那个 那个收讯会不会好 因为网路 如果在三区怎么办 对 所以还是希望如果 可以改善的话 对 那样只会方便我们民众 然后真的遇到事情的话 就有一个可以经济救难的处理 下载APP之后 首先设定个人资料 如果不方便说话 可用文字报案 APP就能够知道民众报案的地点 其中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视讯报案 报案民众出现在分割画面上 不仅可以看到值班警员 还能够切换镜头 将现场画面 传送到请务中心 不过想要使用这套APP 手机就必须要有网路服务 所以有民众认为 还是打电话报案比较快 就是如果那个地方没有网路的话 可能会比较不方便 或者是我觉得直接打电话 应该也可以 如果就是有一些老人家 他只会打电话 不会用手机的话 那这个APP可能对他们 应该没什么用处 那如果就是真的在很深山的话 然后用手机APP 那为什么就是直接打电话就好 这个APP应该是没什么用处 而且就用视讯的话 警察也不一定知道你在哪里 内政部警政署 之前推出的警政服务APP 让民众都感到强当方便 现在加码推出 110视讯报案APP 不管是遇到车祸事故 或是行车纠纷 民众报案更加方便 但也因为太过方便 警员常常接到不是报案的电话 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 不是报案视讯就不要乱播战线 影响其他报案民众的权益